飛機師地產國軍,Hitcoin,關榮光 呂獲殊榮,服務中成 是你置業官居,樓上擺買的苦幫手 此點416-288-8811 免費股價416-288-8811 好,來到第一個部分投資有道的時間 今早早都公佈了很多的企業業績 跟大家逐一提一提 先看這個3M 美國多元化產品生產商3M 公佈了第三季的盈利 季度盈利有11億2000萬美元 每股賺1.53美元 較去年同期的1.57億美元是好 市場預期集團第三季每股賺1.51 還要上調全年的預測 其實3M的數字你又怎麼看 我覺得3M這個公司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企業 跟整個美國經濟是有少許關係的 如果經濟是對公司所有的產品 有的需求大了的話 也反映到美國的經濟 我覺得是有少許建低 我覺得3M來講 現在已經過了過往的阻力位 現在再上的機會都很高 還有3M的業務也是挺多元化 變成穩定性也相對比較高 對於一些比較長期小的投資者來說 可以考慮一下 例如RSP 長期持有的股份 可以放少許這類的股票 在裡面可以長期增值 除了3M之外 另一家今早公佈了業績 還有埃克森美孔 這個油公司 ExxonMobil非常厲害 第三季盈利 只有73億5千萬美元 每股賺1.44元 遠高過市場預期的1.39元 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較的話 ExxonMobil去年同期賺47.3億美元 每股賺98美元 很厲害 你想想現在美金就低了 另外令到美金低的原因 股票類別 例如油或者黃金等等 都非常厲害 所以我覺得油方面來說 除了是漏油事件之外 其他騙得壞 我覺得油也很強勁 還有油價方面 最近也有升上去80元樓上 沒錯 其實我相信對這些公司也有一些好處 絕對有 例如我們加拿大 中間的亞爾伯特山 因為某些價錢 如果油價股票 油價一桶 一定要高過某一個水位 它才值得去開菜 因為這樣的原因 油價比較高的原因 我相信對很多的經濟 尤其是我們加拿大出口油 亞爾伯特山會有很好的受惠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些油公司 除了這些油公司之外 這個電信設備生產商 摩托羅拉 摩托羅拉 也公佈了他們的上季盈利 有成1億098萬美元 增長超過9倍 主要是受到手機部門轉規為營 錄得300萬美元的經營盈利大動 期內的收入增長是6% 帶到58億美元 合共負運910萬部的手機 當中380萬部的智能手機 已經多過市場預期 Ronald 你手機這些東西都很熟悉 對呀 這個摩托羅拉 其實在智能手機的市場 一直來講 都是比較落後一點 沒錯 都是比Apple和Rim 搶了先 現在似乎 情況很少改變 沒錯 因為我覺得上一兩集 都講過 現在的手機市場 尤其是智能手機 不是只有蘋果 獨斷獨攬市場 也有幾多個生產商 比如乘以洛基亞 也都開始由轉規為營 然後現在的摩托羅拉 都非常之好 我相信將來來說 多了一個競爭 多了一個手機競爭 令到市場真的有良性的好處 其實這幾個好事 摩托羅拉 其實如果說回 十幾年前 他是手機的大哥 然後被其他公司打倒了 現在開始有一點上來 是一個值得高興的事 當然了 Motorola現在的業務 不只是國興手機 還有其他的通訊設備 幫助到他 沒錯 還有很多的 可能是商業用 或者工業用的通訊設備 沒錯 這個市場 暫時來說 Motorola是比較領先的 沒錯 除了這個業績之外 其實今天早上也有一個很好的數據 就是美國上星期的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以外下跌了二萬一千人 到四十三萬四千人 是七月以來最低的水平 而這個持續申領也減少了十二萬二千人 到四百三十六萬人 其實出來也不錯 是的 似乎做了節目一段時間 這個失業數字越來越低 我想要繼續做下去 那就為了大家著想 不過這樣 今早這個數據的確出來是不錯 也都刺激到美股的未來指數 是彈了上去 現在道指方面 未來指數是升50點 做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點 而標普方面 未來指數是升6點 做一百一百五 都看到 美股今早開出來應該都挺靈 不過可不可以持續呢 或者消除聯儲局的不穩定因素 究竟會怎樣 當然今天就知道 不過稍後時間 也都會和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這個時候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繼續聊